这里就是我家了 美女 这就是你家 对 挺穷的嘛 就这样 不过也没事啊 我是要求你上门的 不管你条件好不好 因为我家没有兄弟姐妹 我是要找一个上门的 你没有兄弟姐妹要我上门是吧 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的 上门我是可以满足的 我是可以去的 因为我有哥 你有哥你可以上门是吧 对我可以上门 你真的什么都可以满足啊 要看什么条件 看你什么要求了 如果要求 那我的要求就是 帮我盖一家平房就可以了 再帮我家盖一个平房就可以了 就盖一个平房啊 对啊 然后我去你家上门了 什么都不要 对 我还以为你会提很过分的要求呢 什么过分的 这个就盖一个平房嘛 是平房不是别墅啊 是平房 能盖的吗 能盖啊 能盖那个 盖一个平房要多少钱左右啊 不知道 我看很多人盖可能二三十这样子 很多人都盖一个两三层的 我家就盖一个十层的就行了 十层 一层盖一层就行了 你把我吓到了 一层一层 说错了刚才 就帮我家盖一个一层就行了 彩礼也不要啊 不要彩礼 我是男生嘛 要不要什么彩礼 是吧 能娶老婆都很不错了 但是你这不是娶啊 你是去上门的 是上门也相当于娶嘛 是吧 有老婆就行了啊 对啊 有老婆就行了 我去你家上门 我觉得这个要求可以 可以是吧 我和我爸妈都能接受 那行 那帮我家盖了 然后我去你家上门 然后在你家呢 我当牛坐马都可以 那你干嘛不自己赚钱 然后自己盖呢 哎呀赚不了钱啊 这个年代太难挣钱了 我们上班 哎呀一个月才两三千块钱 是吧 一年都存不了两三万 能存一万都很不错了一年 是吧 要要盖个房子得十多年了 现在盖个房子都要十多万了 我觉得可以 可以哈 嗯 那走吧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没什么疑问了 真的 但是你去我家之后呢 什么都要顶我爸妈 顶我的 啊 顶你爸妈那肯定的 我知道了 上门女婿一般都是 要听老丈人老丈母娘 是吧 嗯 嗯 要不要去我家 了解了解我家 啊可以啊 走吧 那走啊 嗯 然后也顺便跟我爸妈商量 给你盖房子的事啊 啊 可以啊 去上门啊 你很喜欢上门吗 对啊 我看到好多人都很歧视的 也都不愿意上门 你怎么就愿意啊 对啊 你怎么就不问我 为什么盖房子 我都要上门呢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 我就担心嘛 以后我们两 啊 担心以后我们离婚 然后我就可以回来啊 你不想过长久啊 啊 都没结婚都就想过离婚了呢 啊 也想长久啊 是吧 但是盖个房子做个保障嘛 啊 这样子呢 就算啊 我爸妈在那里 在我哥那里在不成呢 他们也可以来这里住 这样子的 嗯 嗯 那要是离婚了呢 啊 离婚了那我不就亏了吗 离婚了没办法 离婚了只能回来了 那你回来了 你赚了呀 那你这了 我也去你家上门了是吧 那我不是 起房子了 然后啊 然后重新找个老婆就可以了 啊 我是怕这个啊 不是这样啊 我就是盖个房子在这里保障保障嘛 你不是盖给你爸妈住啊 就是我爸妈也可以住嘛 我这只要 如果我们没离婚呢 我爸妈就可以在这里住嘛 我离了他们也可以在这里住了 因为 那我先跟你说好啊 啊啊 如果是 啊我们离婚是你的问题的话 那这房子的钱你得给我啊 我的问题可以给你啊 是你的问题 我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 那我也得 你不能说啊 你爸妈叫我干 然后我累很累的 我干不动就 啊说我懒 然后说我有问题吧 也不是这种事情 也会有别的事嘛 我得先说好啊 那要说什么是我的问题咯 是吧 那要你出轨呢 犯错呢 是吧 那我就不会啊那种 哎呀 那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早先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嗯 也让他们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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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